大家好,我是Den 今天整理了一下 邀家艾的成员俗金争议的最新后续 在最初受害者姐姐的爆料之后到今天 网络上又陆陆续续的出现了很多二次爆料 以及反驳澄清的贴文 而受害者的姐姐也与Cube娱乐的律师见了面 并表示只是想要俗金真心的道歉 但是俗金没有来到现场 所以双方也没有得出结论 受害者的姐姐在网上表示 本来担心在这样下去会给其他成员们带来伤害 所以不想要再爆料更多的事情 但是因为部分网友们的留言自己无法再沉默下去 所以决定在3月1号再次上传新的爆料 但是在3月1号 受害者的姐姐并没有爆料新的内容 而是反驳了目前为止出现的有关俗金的澄清文 我们马上来看一下 受害者姐姐在3月1号上传的反驳文的重点部分 上周于俗金的委托人见面后到现在 左手公司没有发表任何立场 然后也看到了很多非常傻眼的反驳我的爆料文的贴文 因为这些反驳文都没有真实性 所以本来不想要理会 但是沉默可能会被误解成承认 所以比起新的爆料我想要表明一下自己的立场 在上个礼拜 有位同事是苏金以及受害者的同学的网友在网上发文 欺负曹新的演员的人不是苏金是其他同学们 而苏金也是被那些同学们孤立了 对此姐姐表示 就算苏金二年级的时候有被孤立的主张是事实 这部分也不会变成是没有的事情 对于受害者来说 加害者有没有被孤立 其实一点都不重要 也没有任何影响 关于苏金被孤立 根据妹妹知道的内容来推测的话 苏金本来想要试图孤立自己那一帮的金某 结果反而自己被孤立了 在姐姐的最初爆料后 有部分网友们质疑 根据爆料的内容来看的话 很像是同学们之间的争吵 为什么会说成是霸凌呢 对此姐姐表示 我真的看到很多记者论坛上说 这是加害者跟受害者互相因感情争吵而演变的事件 甚至苏金在最初的声明文表示 我有在旁边听到他们争吵后我接了电话 我明确地告诉大家 绝对不是争吵 我们没大部分的对话内容都是 嗯 不是 对不起 在我接到电话之后 听到的是苏金单方面的辱骂 而且当时不是一个人 而是苏金 江某 金某 三个人在单方面辱骂 苏金在解释文中表示过 自己有骂过受害者 但是不记得让受害者喝完果汁后再要钱的事情 对此姐姐表示 苏金只记得有通过电话骂过人 但是不记得通话内容就觉得很问候 当我听到脏话后 我问他为什么要骂脏话的理由 他说是因为没有还钱 而没有还钱的导火线就是果汁 记得通过电话骂过人 就不记得果汁 不就是选择性的记忆跟忘记吗 应该就是典型的加害者思维 以及最利于自己的选项吧 与苏金以及受害者 都是朋友的一位网友在网上发文表示 苏金当时没有抽烟 也不是能欺负谁的性格 请不要误会 我知道他自己承认了抽烟 我说的是与我关系最好的中学二三年级 他不是能欺负谁的伟人 是个很怕生 很会害羞的孩子 对此姐姐表示 这位拥护苏金的网友 也是我妹妹的同学 我不希望他跟妹妹两个人受到伤害 所以一直没有反驳 但是为了明确事实 我就带来了这个内容 就是刚刚说的那个内容 不只是这个文章 所有拥护苏金的文章大部分都指示 苏金不是那种性格 不是那种人 大家不是护航事件本身 都只是关于自己主观的人品护航而已 只是在说他应该不是那种人 这是在一般拥护犯罪者的时候 最常出现的段子 施暴的人不是被特别选定的人 不管是谁 只要没有通能对待一个人的尊严的话 一瞬间就会变成加害者 最重要的是 这位是从二三年级开始跟苏金关系好 所以对于一年级的时候 发生的事情是无法具体说明的 然后对于这个文章 苏金从二年级第一学期开始 就远离了那帮人 之后跟我是同一个二年舞伴 关系变得非常好 有一次金某看到我跟苏金在一起 就对我说 你为什么跟他在一起 不要跟他玩 因为苏金被他们那一帮孤立了 所以让我也不要跟他在一起 但是因为我还是继续跟苏金在一起 所以还被他们瞄了几眼 姐姐表示 你为什么要跟他在一起 不要跟他玩 这些都是苏金对妹妹说过的话 他自己也是遭到了同样的事情而已 这位朋友虽然表示很惋惜苏金 但是苏金对妹妹说了 比那些更严重的话 在最初的爆料文中 受害者姐姐在承受X的时候 提到了当时妹妹患了血小板减小症 因为学生时期遭到的那些事情 我患了血小板减小症 而部分网友们就质疑 血小板减小症确定不是因为感染 而是因为霸凌而产生的吗 对此姐姐表示 一直有位网友发文说 不要相信我 我妹妹不是细菌性感染 而是特发性血小板减小症 然后我不是主张血小板减小症 一定就是因为X而产生的 不过发病时期是同一个时期 而且看到到现在都没有 全远而痛苦的妹妹的话 我不觉得是没有受到 学生时期的影响 所以才会提到的 如果没有遭到X 而是幸福地度过学生时期的话 身体也好 精神上也好 应该会更健康的 因为真的很想早点结束这一切 所以有时候也想要放弃 但是想到这张照片可能会是 学生时期我没能保护好的 妹妹的一瞬间的话 就是现在也想要从加害者保护妹妹 然后附上了几年前 震惊全韩国的 一位被X中学生跳楼X前 再像光于顶楼的电梯内拍下的照片 不过因为有非常多的网友们指责 不应该使用这张照片 所以这个部分目前已经删除了 我们来看一下 韩国网友们的反应 支持你 现在Cube跟苏基连续 后几天都保持沉默 人也没有出现在 与受害者见面的场所 只是希望就这么不了了之吗 X一定要消失 希望所有X的艺人都能退出 道歉后退团吧 受害者们一直陈述一贯的正言 而加害者只是一贯的说不记得 受害者还能做什么呢 加害者解释说明都来不及 还一直保持沉默 不就代表承认了吗 赶紧谢罪后退团吧 但是这次也有这样的反应 不是说今天会有新的爆料吗 怎么都是在反驳护航苏基的贴文 1号 搞不懂姐姐不是当事人 为什么还要推测后写那些内容 4号 护航文章那个部分 也只是承认了苏基二三年级时候的事情 都是谣言 所以也不算是反驳 女演员以及写销版减少证也是说 没有任何证据 一定就是因为本人所造成的 然后最后一张照片 真的搞不懂 为什么要用别的受害者的照片 本来还在期待新的爆料 看来也只有之前的那些内容了吧 另一段内容说 推测是苏金试图XX别的朋友 结果自己被遭到孤立 为什么要做这种推测呢 不就是已经盯下苏金就应该是加害者 而自己在那里推测吗 那你妹妹是不是先盯下 自己是受害者 所以也在推测呢 目前虽然也出现了很多 帮苏金说话的网友们 但是网友们的反应 还是对苏金非常不利 而且今天也有个 Ider粉丝论团的网友们 寄了一个要求苏金退团的花环 到Cube娱乐 对于受害者姐姐的反驳 大家觉得怎么样呢